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 来到11月17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fi 早晨Irene 昨晚美国的一些最新企业业绩都令人失望 美国星期四表现乏力一点 但阿里巴巴可能是昨晚大家关注的焦点 宣布各自分拆 还有很多不利的消息 所以公布业绩之后 美股的股价都急跌了 恒指夜期跌260点 待会都要问Rafi 怎样看最新的影响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美国有一个通胀指标下跌 10月份价进口物价指数跌0.8% 而上星期持续新领息救济人数 升至近两年来最高 物场债息回落 美会受压 不过企业业绩令市场失望 美股星期四表现反复 导致一度跌173点 收市跌幅收窄 纳指和标指回升 马市场观望习拜会见面成果 而联署官员梅斯特说 现时聚焦降息仍是为时尚早 道指收市跌45点 报34945点 纳指升9点 报14113点 标指升5点 报4508点 司科业绩表现欠佳 股价跌超过9% 鱼尔马指望暗淡 亦低收8% 美会有下市104关 金价曾升1.5% 但美国石油库存升至3个月高位 拖累到油价跌5% 尤其焦点美股 特斯拉跌3.8% 亚马逊曾跌超过2% 收市跌0.3% 苹果升0.9% Google升超过1% 而英特已反弹超过6% 就是升幅最大的导致成份股 另一看焦点中概股和ADR表现 阿里巴巴美股急跌9% 比港股低5% 同样公布业势的网易 比本港收市跌0.2% 百度和美团跌大约2% 而腾讯ADR只算布320.61% 比本港收市价低超过1% 京东走星超过1% 汇工控股ADR只算布59.3% 比本港收市价低0.1% 友邦和港交鎖跌大约1% 比亚迪比港股跌近2% 今天早上外围市况 看看导致期货 现在的情况都很轻轻靠运 升至19点 高水90几点 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靠运的日经平均指数 33,468点 升至44点 升幅0.1% 南韩市跌0.7% 澳洲市轻轻跌2点 新西兰市跌0.4% 恒指黑旗的表现 都要向下 跌185点 跌幅1% 先和Rafi谈谈外围最新的美股情况 因为昨晚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 当然 因为最近有CPI 又PPI 昨晚有多一个通胀指标 好像真的通胀 压力已经舒缓 另外就是 售业的数据 以及一些建商信心指数 好像都是比经济学家差的预期 大家都在看 是不是经济的情况 未必足以支持联署国 再加息 甚至是否进一步巩固 市场近期已经估计 明年就会减息 但是有些联署国官员 也有出来搏一搏冷水 好像梅斯特也有说 现在都最接近就是减息 是维持上早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呢 美股究竟是最近的强势 因为是基于利率的预测 是否可以持续到呢 我觉得短线是有这个机会的 当然这么说 为什么会觉得只是短线先呢 因为始终说真的 我觉得现在 譬如你站在这一刻 比如11月中的时间 去估计可能 假设下年年中 美股是什么位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难的 而且其实又不是太实际 因为始终 就像你所说 很多东西都会变化 甚至可以变得很快 因为正如大家都没记得 其实半个月之前 美股是在下调整区 大家看这个图都记得了 无论S&P500 NASDAQ 或者DOW 其实由8月头的高位 去到10月尾 是正在调整的 当时三个主要指数 都是大概一成 是进了调整区 但是经过这半个月 三排两倍 又挑战你定位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是变得很快 所以说真的 你现在去估计 可能半年 一年后 什么环境 减多少次息 什么市况 其实这个是真的估计的 所以我想 唯一就是看短一点 当然如果这一刻短一点去看 我觉得气氛是偏正面的 因为始终 最主要同意你说 就是过去这阵 美股又回升了 或者甚至港股也回升了 其实主因都离不开 其中一个就是 债息回落的因素 而债息回落的因素 最主要就是 大家觉得美国那边 没有条件再加息 或者已经顶了 甚至乎下年估计会减多少次了 这个其实是源自于近期的数据 就是刚才提到一些 通胀指标 可能CPI PPI 全部都是明显地 比预期下跌的幅度更快 这个是上一步觉得 一来十月不加 二来大家觉得 下年 现在有些人估计 是减四次息 最快可能到五月已经开始减 或者三月其实也有三成 有些人比春季 是的 第一季可能已经减了一次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个所谓的预期 令到近期的债息下跌得比较急 可能由近期又下跌 例如四这一半 这些位置下跌 所以自然对于股市方面 无论是传统类别也好 或者特别是科技股也好 会利好的 所以三牌两沫 美股就回升了 但刚才说 之后的东西比较难股 继续看着数据 而二来我想最想说一点 就是因为 其实现在是大家 特别是市场偏乐观的提法 觉得会减减多次 但大家都要记得 就是对上两次 虽然过去这两次议息会 联储局没有动作 但如果你看到 对上九月份的时候 即是季度的议息会 它会进入点阵图 其实当时的观点一转 就是让股市 为什么刚才提到过去 调整了一个转角位 因为那一刻转的观点 就是他们将点阵图 下年是减减两次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储局他们 当然没有最新 看完十月那次 季度议息会 有最新的点阵图 但如果根据旧点阵图来计 他们是在估计减两次 但现在市场股是减四次 那究竟最终向哪一边摆呢 储局所谓跪低河 还是市场又偏回储局那边呢 这个是很影响着 只有整个市场的变化 这是我想第一点要看的 就是可能比较短的 看来十月份的议息会 结果是怎样 这是第一点 而二来也要考虑一点 就是如果最终 假设下年真的减减这么多设息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正如你所说 可能是数据不行 经济不好 才会减减这么多设息 理论上说经济学去读书 大家都知道 经济好就不会减减的 没理由经济强 才会减四次 所以经济不好才会减四次 但是最惊的一点 就是到时 会不会突然间大家 又将个焦点 放进去所谓衰退 或者经济差那边呢 也不知道 所以想说这些因素就是 我想估计太远难 我也觉得难 所以变相就 唯有受着这一刻的势 或者这一个气氛 你说这一刻真的浸淫在 可能债息落 不加息 或者仍然觉得有减息的预期 那你那个股市 可能先炒住 我想这样看会比较合适 一些 可能联署的官员 也有责任出来提提大家 之前那些人都在讲笑 他们都会用厚加息 不知未来怎样 等下12月会清楚一点 但是港股究竟升势一下 大家究竟信心 欢不欢呼到呢 升完又再回回 现在又可能今天都再跌了 先总结一下上下的表现 接着就问Rabi 怎样看港股 港股就高开低走 跌了超过200点 又失回18,000关 恒指曾经高开95点 开市之后随即转跌 曾经跌最多356点 低位建17,722点 恒指收跌246点 报17,832点 成交跌1,152亿 波子跌1.8% 报40,49点 京东业绩之后 升近2% 腾讯升0.7% 阿里巴巴业绩前跌超过2% 小米下座超过6% 北水盘路南 港股回肚 北水到头买货 昨日录得淨流入43.4亿 个股方面 淨流入方面 资金是买盈富基金 和南方恒生科技ETF 分别吸资22.7亿和10亿 至于淨流出方面 北水继续沽腾讯 淨走资6.5亿 理想汽车 淨走资3.8亿 美团和小米分别 独自2亿6千万和1亿3千万 正在和Rabi聊聊个港股 回应急彈之后便回调 昨天也是做着节目时 又返回来 是否跟杜拜会拜登 是否说错事 大家也继续关注 另外昨天收市之后 又突然间 由于大型科网局本身 腾讯、京东都可以的 大家是信心回来的 科网股股又可以回到信心 谁知道亚里又出了震撼消息 待会再长时间问你亚里 但想问现在整体市况的影响有多大呢 其实我对港股看法 心底里还是偏乐观的 短线点看也是偏乐观的 但当然也很同意 都是类似一波三指一点 确实是弹派一两个消息 令到它有些调整或者反复 甚至就算没有也好 你看到弹得上去其实是不平坦的 即是不会很顺利地升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升势 我想这个其实过去也说过很多事 因为最主要港股本身就是长期都很弱 其实大家的信心一直都不足够 特别是你刚才说的美股 其实人家跌了是可以弹得到去到高位 但我们弹来弹去都不是很高的 人家很快就恢复了 所以就是那个信心码看法的问题 这个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这个没办法 我想都不是一时三一改变到 没理由过去这段时间这么悲 突然今天很乐观 这个机会性是没有的 所以这些就会形成 只限制着市场的升势 除非真的有很多理好因素 但是当然了 超市面方面其实 近期我觉得普遍是好一点的 例如说外围正常识口方面 可能不加之余 或者大家在估计去减 变成债息落 其实这些都是对于 新市场、港股、科技股 也有正面支持 即公务议炒得多少也好 至少消息面方面是属于正面 而来我想内地的政策冲颈 其实还是存在的 虽然近期你说的 是参差一些 但是也离不开 参差就继续出招 其实也是有这个因素 例如之前也突然间前几天 有传过内房的一些 可能有一万亿的 一些PSL投放等等 所以会有这些炒作 也对于港股来说 我想不算太悲 三厘我想刚才提到中美 其实虽然在习派见了一面 其实实际上不是太多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从来的气氛都可以 而且你看到两边的说话 其实也算是挺克制的 而且也算是挺尊重的 特别你看到 习近平说的方向 其实也有说 大家都是互相尊重 又是使用中美两个大挂等等 没有一些很对抗性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气氛上说 其实又不是太差的 所以其实你数这几样东西来说 我觉得对于港股又不错